- 吃完了甜點蛋糕以後 - 老師 你是日本人啊 - 那你看我們台灣 - 這麼多人喜歡吃日本料理 - 開了那麼多的日式餐廳 - 有沒有哪一間是 - 連你這個日本人吃了以後都覺得 - 好像回到日本一樣那麼的正宗呢 - 有耶 - 真的嗎? - 真的有 - 我覺得台灣很多很多的日式料理 - 有一些是不到底的 真的 - 怎麼說 - 因為是就有一點日本風味的那種感覺 - 很涼而已 - 對… 很涼而已 - 但是我介紹的這家店是 - 全都是日本料理 - 不是日式料理 - 這樣的非常好吃 - 全部都是真的日本的味道 - 那老師你吃過 -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- 什麼呢? - 因為這家店是開籍料理 - 開籍料理就是 - 像是道餐一樣出來 - 一個一個出來 - 他們是季節又不一樣 - 然後他們的牛肉也是超好吃 - 不便宜 - 而且他們的料理超厲害的是 - 料理跟日本酒可以搭配 - 他們推薦你 - 好喝的… - 這個料理的話 - 好喝的日本酒是哪一個 - 他們推薦你 - 那老師我現在已經肚子餓了 - 帶我去吃吃看 - 我就吃就知道了 - 好 走走走 - 走走走 - 走走走 - 一進門 - 穿著和服的女將親切迎接 - 要用最接地氣的日本料理 - 開啟韜客 - 無感體驗 - 雖然只是開胃菜 - 但每個小碟都很費工 - 青豆仁豆腐用櫻花蝦甜蝦點綴 - 紅綠配色很討喜 - 甘茄跟醋酸凍的組合也很清爽 - 增加味覺層次卻不衝突 - 生魚片更是道地日本味 - 日本漁夫撈上岸的漁獲 - 當天直接空運來台 - 跟東京豐州市場完全同步 - 再依據魚肉的特性絕低厚度 - 像筋性較多的石斑得薄薄吃 - 至於粉嫩粉嫩的鮪魚大腹肉 - 油脂多厚切才過癮 - 有多講究呢 - 連生魚片配角山葵也堅持現吃現磨 - 鯊魚皮製成的模具 - 磨出阿里山山葵細緻質質地 - 味道更是淡雅而不嗆鼻 - 您好 這是日本的鮪魚中鮪肉 - 請享用 - 太棒了 - 用新鮮沙西蜜和長野月光米 - 做成的沃壽司 - 每一口都美味 - 連日本人也無法挑剔 - 因為是那個紅干絲 - 看到了嗎 - 切的時候那個刀工 - 超厲害 - 吃起來吃進去的時候 - 那個魚一片一片的那種感覺 - 就完全不一樣 - 很有趣 - 很好吃 - 料理長曾到京都學藝 - 整家店將他對日本料理精緻的要求 - 完整發揮 - 我們的客群大部分會 - 比較喜歡吃油脂度不那麼高的 - 稍微有一點口感 - 所以我們這次選用A4的和牛 - 公崎和牛油花與肉幾乎1比1 - 只烙三分熟就放到熔岩石上 - 慢燒加溫 - 讓消費者吃進原汁原味 - 從用餐環境到食材的運用 - 每個細節都講究 - 無菜單會習料理 - 重現日本精神